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上天是公平的 今天早上我想到董卿说过一段话 他说我唱歌还可以 乐器一窍不通 小的时候父母就没有在这方面培养他 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学学小提琴 小提琴的音质让我沉醉 董卿诗词存酷量特别高 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有才情的女子 很多的诗词是兴熟念来 很多人很钦佩他 他诗词得分比较高 在乐器方面得分就比较低 而有的人他可能诗词方面一般 在乐器方面得分就比较高 有的人是某一科得分很高 其他平平 有的人是每一个科目 方方面面得分都不错 加起来总分也很高 看起来上天是公平的 有的人是总分很高 有的人是某一方面很高 都不要彼此的羡慕极度 肯定自己相信自己 因为上天是公平的 抓住机会勇往直前就可以 祝福你